《入皇牧師》分享到, 神一直以向誰多給向誰多要的原則, 對待世上每一個人。 所以,相對於一位平民百姓的要求, 神對一位君王或元首的要求, 隨時相差上百倍,甚至上千倍。 事實上,這也是一種非常合乎人情事理的原則, 就如主耶穌在《路加福音》所提及的一樣。 《路加福音》十二章四十八節, 唯有那不知道的,做了當受責打的事, 必少受責打。 因為多給誰,就向誰多取, 多托誰,就向誰多要。 將來的大復興,就如《以蔡亞書》六十章所形容, 君王和元首都要來到神的家,就神的光。 神對他們的要求,絕對會比普通人高得多。 因為,那個時候才想進天國,成為奔馳的人, 神都會要求他們將一生所有的財富和餘下的光陰, 毫無保留地全然奉獻給神。 以此成為參加高陽婚宴的禮金, 才能夠合資格取得高陽婚宴的入場券。 因為到了大復興的時候, 聖靈是強制性囂灌煩有血氣, 所有人都會知道神是絕對真實, 而且知道石安教會就是神的辛苦, 是高陽婚宴舉行的地點, 是世上唯一擁有神同在的地方。 不但如此, 那個時候的人都已知道世界將被毀和結束, 被提已經更在止尺,而且隨時發生。 那個時候才願意信主的人, 神對他們的要求和門鑑, 自然比復興前已經願意信主的人高得多。 戒時, 他們已經沒有時間和機會, 一步步地將人生慢慢奉獻給神。 他們必須立即放下一切所有, 才可以進到神的家。 因為事實已經擺在眼前, 世界即將結束, 如果有人更貪戀世界的情慾和物質, 不願意放下地上的一切名利, 仍為自己私自留下幾分, 所謂讓自己留後路的人。 其實, 代表這個人是極度的不信, 這是對神和天國的一種侮辱, 這種人絕對沒有資格進天國, 亦不配得進天國。 就如主耶穌和新約教會的時期, 神跡歧視是非常明顯和普遍地發生。 任何人都會見到, 主耶穌和使徒, 是確實擁有神絕對的印證和認可。 所以, 所有想進入天國, 希望成為門徒的人, 神都要求他們必須以自身的一切為代價, 除此之外, 已經別無他旋。 《馬太福音》十三章四十四節, 天國好將寶貝藏在地裡, 人欲見了就把他藏起來, 歡歡喜喜地去便買一切所有的, 買這塊地。 《馬太福音》十九章二十一節, 耶穌說, 你若願意作完全人, 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級窮人,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, 你還要來跟從我。 《勞隔福音》十二章三十三節,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周制人, 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前浪, 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, 就是賊不能近, 從不能住的地方。 使徒行轉二章四十三至四十五節, 眾人都懼怕, 使徒有行了許多歧視成績, 信的人都在一處, 繁物公用, 並且賣了田產、家業,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級各人。 現在我們就明白, 為何亞拉尼亞和薩菲拉, 明明想為自己獅子留下幾分, 卻假裝已經奉獻了自己所有, 最終卻被聖靈擊殺。 因為當時的人都知道, 進天國的基本條件, 就是將一生所有的財富和物質奉上, 就如聖殿門前奉獻兩個小錢的寡婦, 是將一切養生的都奉上。 這就是大復興期間, 當神在世人面前高聲授高者和教會, 人人都看見神的家發出的光輝的時候, 一個人所共之, 進天國的基本條件。 所以,高揚婚言開始的時候, 以賽亞書六十章和哈蓋書二章所提及, 末世最後一次大復興發生的時候, 世上的一切君王和元首, 都要將一生和累代的財富, 傳言奉獻給神成為禮金。 先去取得高揚婚言的入場券。 下句書二章六至九節, 萬君之耶和華如此說, 過不多時, 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, 滄海與罕地。 我必震動萬國, 萬國的真寶必得雲來, 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, 這是萬君之耶和華說的。 萬君之耶和華說, 神在最後大復興中, 對賓客付禮金的要求, 與人類社會一般婚禮不同。 香港社會中, 日本人參加婚禮所付的禮金, 都會有所謂的公價。 例如, 現時參加中式酒樓的飲宴, 禮金的公價為每人數百元至一千元。 不論你擁有千萬家財, 或是毫無積蓄, 基本上每一個人所付出的都是一樣。 但是, 參加最後大復興的高揚婚言, 卻不可以只付上公價, 因為, 神是向誰多給,向誰多要。 那個時候才願意前來的人, 必須將畢生的一切財富奉上, 神才會接納他們所獻的當作禮金。 因為, 當人人都知道世界將要結束的時候, 既如有人想獅子留下幾分, 他俄稱已經將一切獻上, 就證明這個人對神連丁點的信心都沒有, 在神面前根本死不足惜, 只是因為怕別人歧視的眼光, 或是怕不奉獻會落地獄, 因而人家做,自己就跟著做, 就如史陀行傳的阿拉利亞和薩菲拉一樣, 在神面前只是屬靈垃圾。 所以, 現在我們就明白, 為何敲開書會形容, 大復興的時候, 萬國的真寶, 必都找到神唯一認可的熟靈聖殿, 使者殿滿了榮耀。 因為, 那個時候的人, 想要進到神的家, 得著避堤和成為高揚昏賢賓客的資格, 都必須奉上一生的財寶成為禮金, 才可以合資格進場。 任何不願意付這個代價, 或師次留下幾分的人, 都是對神、 主耶穌和辛苦的侮辱。 就如聖經中想得著永生的少年才主一樣, 這種人是不可能得著永生, 必定會落到地獄。 跟咖啡的螢幕賓客 見你的小朋友